接着来看上个月北节发生随机杀人血案 震惊社会 今天台铁首度针对随机暴力攻击逼真演练 希望不再有遗憾发生 另外今天上午一名妇人吃水果刀上台铁 遭到民众举报 后来证实是误会一场 突然亮出刀子 桥同车厢旅客一阵乱砍 台铁第一次针对铁路暴力攻击事件 触动180人严阵一旦逼真演细 有名旅客在车厢内持刀乱砍 造成多名旅客受伤情况危急 现在板桥站紧急应变小组成立 请贵单位立即进驻 马上成立紧急应变小组 通知高铁跟捷应局 铁路警察及时赶到致负坦 最主要是要加强我们三铁公共车站的 一个通报联系 和智慧编组的一个合作 那同时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的 我们也结合入警跟地方警役 目前来讲是仅次于我们每年度的铁安演习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协助重伤旅客就医 及时引导旅客疏散也拉出了三层封锁线 防止伤害过大 而在正结事件后危机意识提高 却也难免草木皆兵 就在早上7点20分 有名妇女在厕所洗水果刀 下到旅客报警 他在车上在靠司机员端的第二车的厕所 清洗他的水果刀 被其他旅客发现了以后打110报警 逐车的搜索 有将这名女性旅客带回 在三家站7点27分下车 尽管只是乌龙报案 但台铁不敢大意 找来防身术教练 希望月台翔岛 车长运转员都学会及时应变 把突发状况的伤害降到最低 新唐人员的电视 陈辉摩张志全 台湾新北市报道